比如说这个地址,点击它的时候会有个超连接 连接到哪里,会额外开一个什么,有没有看到 上面会多一个什么,多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把地址传过来 传过来的资料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地址 并且怎么样呢,它会帮我 直接开启这个浏览器,利用这个浏览器 去开启地图,有没有开启地图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并且切换到那个地图上面 切换在地图上面 那不过这个地图,流畅度其实还OK,我现在这样,而且右下角呢,还会有一个什么,小人有没有 这个小人基本上,一样可以怎么样,一样可以去做 就是接警的服务,其实 用起来倒是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说 上面会多一个这个东西出来,感觉上好像比较没有 整合性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如果把点那个 甚至那个 接警部分,点击之后呢 他一样 会把接警带出来,不会有问题 而且流畅度各方面,感觉好像还OK 跑起来 这还OK 直接可以左右 把接警带出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将来如果 各位能够 抓到一些,比如说 开放资料里面 他 无论是实际住行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把地图带出来 而且城市嘛 只有一行就可以办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可以把刚刚的这个城市呢 稍微再看一下 主要重点最后就是说 如何把一个地址 传送过来 其实就是这一行 我只要怎么样 带过来给他一个什么 ADDDR 他就自动帮我开启一个浏览器 并且把那个地址 传 传过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善用 我觉得这个 这个方式 还蛮不错用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上课的话 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普里美食 第八章的部分 里面的话 其实他就分成 三个,底下有三个 底下会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是显示地图 显示地图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模式 那当然你可以在右上角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卫星检视 他可以切换到卫星的模式 那底下的话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显示美食的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List View 他用List View的方式呢 把它秀出来 那里面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 其实这个也可以稍微改一下 就改成 你觉得 比如像我们附近 周边有没有其他的 美食啊 这边美食地图 也可以秀出来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自动跳 OK 好那再来就是说 还有一个打卡功能 这个打卡功能的话 就可以 假设我今天呢 在右下角会有一个那个打卡功能 那这个打卡功能 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我今天要抓到 手机 给你